回去饭店我也没少去啊 回去饭店酒楼 凤凰天 每天出去一点不跟你们夸张 时报中华 包括你们说去年会 七顿饭多少钱呀 五千多 六千多 什么都玩 真的愿愿来 我一天洗脚洗三次 那么像翔哥 你之前有钱的时候 包括拆监好了 包括那时候还当经理 那个时候你日子应该说蛮潇洒的 会怎么去玩呢 那个时候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跳舞的 我卡拉OK确实没少去过 玩了潇洒一点嘛 国际饭店我也没少去啊 国际饭店酒楼 凤凰天 就没去过的话 都知道的 对不对 包括你们说去年会 青年会最名气的 那个时候我们吃的是 那个是松州黄鱼嘛 多去 比较小饭店我们就不谈了 对不对啊 不过那个 那个河边饭店我没去过 哈哈哈哈 河边饭店没去过 现在你吃一顿饭多少钱呀 那个时候五千多 六千多 三千多都吃过啊 二十年前差不多 不是二十年前 就是差不多吧 十几年前 嗯 什么都玩 吃喝玩的多来啊 我真的愿愿来 我开销最多的时候 我一天洗脚洗三次 一天洗三次 三次 啊 那是不当钱才花的 那个时候 嗯 对吧 可能你们不相信 早上起来没事 九点钟钟 十点钟不到 那个洗脚房差不多开了 进去捧个肠 到下午都完了 感觉有点累了 到那边 再去睡个两个小时 啊 晚上好了 搞个七八点钟 再去搞个两个小时 你还有点钱用不光的感觉 感觉啊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爱懂嘛 一些时候心理强 反正赢得来的钱 不是钱呀 每天出去 一点不跟你们夸张 最起码的 到以西方去一次 四报中华 先放在本上 不管任何人过来 都可以拿着抽的 哦 因为为什么 像我们在以西方 一次就玩过的人 都知道的 对吧 最多你一个人 打个两台机制 不得了了 因为我要报八台机啊 以前都是压分的 不像后来是 续压续压都可以的 对不对 以前压分怕来不及 一起帮我压一下 报八台机的时候 的客人